6月12日,由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安公署、外交公署、驻港部队联合主办、香港特区政府特邀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骆惠宁在主旨演讲中表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香港以自己的特殊经历融入了中共百年的壮丽史诗,一国两制事业成为其中的华彩篇章。 骆惠宁表示,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一国两制事业,从国家民族整体利益和香港同胞切身利益出发,以非凡的胸怀和勇气,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中国方案。 直至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如此发问,世界上还有哪个执政党会允许在一国之内实现两种社会制度? 一国两制的伟大创举,改变了历史上,但凡收复失地就要大动干戈的所谓定势,使中国共产党人充满政治智慧的时代创造,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写下了棺材独目的中国方案。 骆惠宁指出,中国共产党发展了一国两制事业,领导香港一国两制事业在探索中不断前进,特区限制基础愈加完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抵御了金融危机等风险,使香港在各种风雨来袭时始终坚挺不倒。 我很想知道,那些在回归前断定香港已死的西方媒体,该如何解释香港持续多年被评为全球最具竞争力地区这一事实,可以推断。 那些今天仍在唱衰香港,宣称两制已死的人,历史将继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回应他们的无知与骗见。 骆惠宁表示,中国共产党捍卫了一国两制事业,坚持依法治港,助劳维护国家安全的防线,维护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粉碎反中乱港势力颜色革命的图谋。 很难设想,如果没有中央一系列不让反正的重大决策,香港如何能从黑豹南朝中走出,又怎能迎来游乱极致的重大转折。 正是在此过程中,香港各界进一步认识到,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顾才能自容。 骆惠宁指出,历史记录过去,也境界未来,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必须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没有谁比中国共产党更深切懂得一国两制的价值,没有谁比中国共产党更执着坚守一国两制的初心, 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维护一国两制,就是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限制序, 就是维护香港的官民前途和香港同胞的根本福祉。 骆惠宁指出,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必须不断完善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 过去二十四年,中国共产党不断丰富发展一国两制理论和事件, 将一国两制从治国理政的崭新课题和重大课题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和显著优势, 面向未来,中央将继续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骆惠宁表示,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必须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特别是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施四十五规划, 更为香港创造了不用错识的重大机遇。 只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早准定位,扮演更积极角色, 香港定能培育新优势,发挥新作用,实现新发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